哇~~超美啊~~ 吃不飽 我跟平時吃的咖啡餅很不飽 我完全沒想過這個 重量的飽物 很爽啊 他們說不飽 整條片裡面吃得最開心的音樂 最喜歡吃蜜汁 安妞 我是MIRROR 又來到韓國的櫻花龜 所以我來到大幽 這次會是一個兩天一夜的行程 現在就出發 超期待蜜汁 大幽隔了超久沒有來 我忘了隔了兩年還是三年 來這個岸內中心問問究竟 想蜜汁應該去哪個地方 中華最著名的地點 就是在 我們現在在東大中 Eward 對 這裡也有 也有很多音樂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這裡就是我第一個景點 本來就是一條火車的鐵路 但是2008年的時候廢棄了 就變成一個休憩的地方 和這個景點的櫻花很漂亮 而且夜景更加漂亮 改建了成這樣 少許休憩 買東西吃 前面有個咖啡 超級美的 我現在走的這個就是枝底洞櫻花路 這個是櫻花隧道 哇 好震撼 今年的櫻花就是韓國99年來最早開 昨天還下雨 幸好櫻花還開得很謀性 而這個櫻花街呢 全長大概是4km左右 很長的這條路 很漂亮啊 很合襯我今天的衣服 我覺得 戰鬥機的聲音 這條櫻花路其實距離機場 大概10分鐘的車程 如果大家要指教的話 可以去酒店出現之前 可以經過這條路 欣賞櫻花路 不過這邊其實是夜景比較漂亮 因為晚上會開更多燈 而且這條河其實是連著一條 叫做 是一條快棄了的火車路 那這條河呢 叫做 其實它是會連到韓國最大的江 就是這個洛東江 所以其實韓國的很多這些河村 其實都是貫穿了 其實在下面還有很多單車路 散步路 這條江都很長 好像漢江一樣 很漂亮 很帥啊 一路聽到戰鬥機的聲音 原來就是因為 韓國其中一個部隊 他們的機場就是這邊 日本人 我第一次這樣被櫻花雪 這樣撕過 撕下來 真的好像撕下來 那些櫻花 我覺得櫻花路 其實有點像我去過去年 的印跡村 因為始終首爾 會多很多人 另外一邊那個櫻花上面 我覺得有點像這個 這個石川湖水 但是 這個湖水也是超級爆多人 所以 我也在這裡拍照一樓 透過的午餐 就是吃這個 因為其實我基本上 只是在手衣吃過 通常都是不太辣的 除非你叫什麼 才會辣 大休這邊 其實它們的櫻花 其實它們的櫻花 偏比較辣 但它們都有分不同的等級 你可以選擇最不辣 所以我這次選擇了 是櫻花最不辣的 這間櫻花 其實是載的人 超級推薦 的原因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在餐廳吃的 食物 不多不少都會加少少 調味料 或者是味精 或者是一些化學成分的 東西 但是這個 完全沒有加味精 沒有加砂糖 這些化學對人看不好的東西 但是 蝦皮筋其實是一個 比較甜的食物 它們的甜味 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用大量的洋蔥 和大量的酸 所以這個蝦皮筋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現在就來試味 嗯 嗯 它跟平時吃的蝦皮筋很不同 而且它也挺甜的 它應該用了洋蔥炒好 辣椒到金黃色 然後出了那個甜味 我選這個雙香辣椒 基本上不辣 我覺得它很香厚 難怪有極力推介 我覺得真的可以極力推介 這個是豬 一開始我不介紹辣的原因 是因為 通常韓國人說的普通辣 都是辣到瘋 那我就不相信他們 我發覺其實可以相信 因為是四分之一的辛辣麵 那個辣度 吃起來我覺得它有點像叉燒 因為也是一個醬甜甜 有點像蜜汁的感覺 還有炒飯 是將它那個醬 炒飯 小仔 炒飯 我就是最喜歡 最後 用這個炒飯的醬 和它炒飯 就是會把那個濃濃的醬汁 吸收 好了現在來到這個東城路 是大優的明東 最繁華的街道 然後這一棟就是Spark 就是他們去年新開的購物店 但是剛剛遇到疫情 所以就不能太宣傳了 但是這個就是大優最新的建築物 所以每天大家來到大優的話 都可以進來購物店 而且裡面也有一個遊樂場 現在帶大家上來看看 好可愛啊 這個是咖啡杯 全部都是迷你版 好可愛啊 lipid 它不太高 不夠落真的高 過來了 哈哈哈哈 可以扶一扶 腳仔眼? 哈哈哈 慢慢來 好棒啊 看到大優的全景 我想住首爾樂天八十一樓 我完全沒想過這個重量 我還看到你的腳在這裡 你不敢踩這裡 好 現在就來到這個金光石的壁畫街 其實是大幽超級出名的壁畫街 為什麼呢? 因為金光石本身是一個很出名的歌手 就是在我現在身處這個小區出生 他成為了歌手之後 因為太多人喜歡他的音樂 然後他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結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這裡的人為了紀念他 就是在他出生的這個區 製作了一個金光石的壁畫 就是來紀念他 所以來到大幽 我覺得這個壁畫村挺好行 附近有很多食物 而且壁畫村也很長 有很多位可以拍照 這個就是金光石的象 是根據他本人一比一去打造 這本來只是這個B畫 有人寫上去 這幅畫已經是第二次畫的 本來是畫他三十幾歲的人 但是後來那些人 把他幻想老一點點 好像現在就畫了他 一個比較是 大概四五十歲的 有多些就文的樣子 這首很有名的 我沒聽過 等下 六十歲老夫婦的故事 哇Venus 在這裡拍過 一直走下去都是金光石的壁畫 好 現在我身後這個 就是醫療傳教博物館 這個地方其實1893年的時候 有一批美國的傳教士過來傳教 他們帶了很多西方的醫療技術過來 因為在各個年代的大幼 其實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城市 然後我身後這些 其實就是他們以前的住宅 現在裡面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用來被人觀賞用 大幼的人民因為傳教士們 就得到很多幫助 所以他們之後就把這個地方 改建成為博物館 給我們大家去參觀紀念 胡同觀光是什麼 就是因為以前南北韓打仗的時候 大幼比較在下面的位置 所以其實他沒有受到這麼大的傷害 所以他近代的建築物是保存得比較好 所以他這個胡同觀光 就要看回這些近代 比較保存得好的建築物 一般都是走這個第二條的 就是由我們這個傳教士故居做起點 然後經過沿途的地方 走回去東城路那邊 再走一個華橋協會 就叫做終點 當然都有很多不同的course 大概每個course要走兩個小時左右 走一下就會走到這條路 這條路就是1919年3月1號的時候 當時韓國為了對抗日軍的侵襲 所以學生們就在這條路上示威 一路一路地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還有他這裡也有很多這些 獨立有功者 全部都是對國家有功者 全部都黑了名字在這裡 拍手准跟金比手在這邊發生什麼事 忘記了全部有看 好美啊這裡 好美啊這裡 這完全是我喜歡的 那些復古的那種 這些褲子布呢 這些木呢 這些地毯呢 超級美 這間完全是我的風格 這邊是毛公仔區 這邊是毛區 這邊是南區 這邊是南區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去野餐 所以現在就會選擇我們需要的用品 好興奮啊現在 可以放很多東西吃 你覺得有蓋還是沒有蓋 有蓋 眼睛要這些呢 韓國人的Gamson 不要這個啦 我要第二個 好福啊這一隻 好神經病 熱水喔這一種 好想可能會冷 所以我們選擇 剪 好大陸 好 我覺得要選擇 沒有差點拍照 25000瓦就是涼色 選擇你想要的裝飾品 然後會有病缸 衛送一個氣球 還有兩杯夜飲 還有一個愛心 我第一次準備這麼多東西去野餐 我超興奮 今天天氣有多好 又不太多又不太熱 你選了很多東西啊 你想要怎麼組啊 我不知道 Green Face Cafe 其實雖然看到這麼大的斜帶 一些都不重 哇 好漂亮啊 櫻花樹下的野餐 好浪漫啊 超漂亮啊 現在設置了這個場 趴了一段時間 設置完之後覺得超漂亮 然後狂拍照 終於可以喝一杯 這個地方其實距離Café 大概是兩分鐘的路程 你看後面超級多影法 好漂亮啊 射衣好舒服啊 還有一隻小狗 他睡在這裡 很累啊 我玩 剛才跑了很久 癲癲地 今天是平日 所以會看到沒有什麼人 但假日會超爆很多人 所以如果想在這裡野餐的話 就最好選平日過來 真的很喜歡這裡 你不相信我 不用走 剛才Café我也很喜歡 然後這個畫面我也很喜歡 我有聽到戰鬥機的聲音 戰鬥機的上半大歐左右 我發覺 因為E-World裡面 有全韓國唯一的夜鷹慶典 叫星光櫻花節 因為現在差不多天空了 所以就準備進去E-World了 其實很方便 你看外面就是屎內 但是一轉過來 就是E-World的入口 有幾可離這些主題來源 可以這麼近的 好 哇 我想玩 我們剛剛的入口 這樣進來 這個是首爾塔 因為山上 看來好像很高 但其實它只有237米 但是這個8-3Tower 只有312米 其實我很喜歡晚上搭飛機 原因就是 起飛和降落的時候 你一邊看著窗外的景色 其實就是這種這麼繁華的燈 現在我站在這個77樓 看上去 是一種搭飛機的感覺 哇 대박 這裡有Sky Jump 這裡很整齊 哇 嘩 我想試 看不看去 我真的想試 喔 好棒喔 喔 各位有興趣挑戰的朋友 我們8-3Tower 超棒 哇 這個廁所明明太好了 看到它的廁所上心落死 打卡位 廁所煎 我想你有沒有大鼻哥哥叫廁所煎 嗯 Runni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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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好緊張啊 你敢不敢坐這個 我沒問題的 這個 有一次只有我一個相片 其他人不肯 然後我就跟旁邊的人在對話 然後對你好不好 啊 嘩 嘩 還會倒數這麼好 啊 開了燈的8-3Tower 好漂亮喔 這個就是我們進來的目的 就是這個夜鷹慶典 我們絕加費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如果平時在首爾看櫻花呢 就多數會去這裡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因為那邊櫻花真的開得很漂亮 但是以為這邊呢 這條櫻花路呢 其實足夠魚到這裡那邊 差費這麼多 超級謀性 好漂亮 龍池峰 我們吃韓丁式 好 今晚呢 就要來吃韓國的韓中式韓丁式啦 其實整個韓國都可以吃韓丁式啦 那這裡這間有什麼出名呢 首先這間餐廳的代表呢 它就是這個韓中式提出 成為一個最終的優勝者 在眾多的韓食餐廳裡面 就突然出了 其實因為大優在以前呢 其實是有很多兩班 而這間餐廳呢 就很多時候都是為兩班 提供服務的 所以招待他們的食物呢 比較有等級 比較有水準一點 而這間餐廳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菜式呢 其實都是發酵食品比較多 譬如他們會用豆去發酵 或者剛才他們說 柚子啊 就是不同的食材去把他們發酵成為醬汁 或者是調味料那樣 豆粥第一次吃 看一下有點酸酸的 發酵過的豆 神奇的味道 這個聽說是魔鬼魚的朋友 這個很像魔鬼魚的 很像魔鬼魚的 魔鬼魚是臭的 好像男生廁所 和染髮劑的味道 那種甜甜酸酸的那種 涼拌的小菜 非常之開胃 超好吃 它有點像中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上次去吃米芝蓮餐廳那條片 我們都是吃韓食的 我上次有說過 吃過很多高級的韓食 我覺得是像中菜 而這裡我覺得 這個炸鍋 很菇的味道 不像中菜 綠豆餅 挺香甜 不像剛才吃到韓國味 這個心急聲 用卡德麵做在乳露 做醬汁 這是半乾的鱈魚 它有一點像 我們過年的時候 吃的那種 法菜炆蠔豉 那種味 完全是華人會熟悉的味道 我覺得全馬裡面的 那個 和這個 那個 魔鬼魚的朋友是最像韓國素 這個就是在節目裡 有勝過的 貝殼湯 我最喜歡的 剛剛來韓國很久 狂喝酒的時候 我用貝殼湯來解酒 平時喝貝殼湯 通常它會放 蒜蓉和蘿蔔 薄薄有一種 是令湯很爽口 但是 又 很有甜味 但是這個 它同樣有清爽感 但是 它的清爽感是來自 其他蔬菜 因為它有加了黃牙白 和脆肉瓜 海藻類的東西 它的甜味 更豐富一點 它的甜味 還有它有放蟹 也很鮮甜 但是這一種 又是 華人熟悉的味道 對 它像煮湯 但它是 比起我們平常吃的煮湯 因為加了海鮮 所以不太清爽 我們是兩萬五元的 才能吃 很划算 很划算 很好吃 因為我在韓國 其實吃 好吃的 高級的韓定食 真的很貴 所以我在 Signia酒店吃 18萬一個人 剛才那堆菜之後 還有一個湯 還有飯焦湯 吃韓定食 基本上吃到最後 一定不會有飯和湯 然後現在就吃甜品 看看SK 吃完之後 順便上來泳池餐廳 它是一個無邊際的泳池 好漂亮 好像是新加坡 雖然我沒有去的 都算是冬季 所以早上了 但是水溫度也有40度 所以其實下水是不會冷的 好啊 剛剛了 我們這個酒店就在後面 叫做壽城酒店 其實在我們酒店房 直接都可以看到這個 壽城池 好舒服啊 而且你看到 超級的韻花 這裡都是大優 其中一個觀光地 就說很多外國遊客 其實都很喜歡來這裡 因為春天可以上櫻 秋天可以來上風 然後這個壽城池 它是人工池來的 因為其實大優是一個 內陸的城市 中間只有兩條河 那這個就是人工池 本身抗日時期的時候 起來是農業用途 大概用了10年的時間才起好 那現在就已經再沒有這個農業用途 現在就是一個休憩的地方 壽城區這邊 類似首爾的江南 然後其實這一邊 這一條街 都有很多cafe 或者是一些餐廳 我覺得這邊其實也有一種道化感 比較遠離了市區 但是其實它跟市區很近的 你要去其他地方都很方便 有鴨仔船可以搭我這裡 櫻花樹下的coffee smith 好浪漫啊 快點帶男朋友過來 那邊呢 哇 是begin again的拍雪仔 他們都來過大鼓表演 不是大鼓 大優 哈哈哈哈 東城路 真的有點像冰凍 中環飯店 今天的lunch 就是吃這個 阿嬌烏丼 這裡是華僑開的 這個阿嬌烏丼 就是大優十味之中的缺藏味 所以來大優是必吃的 大優的觀光協會指定食堂 沒有飯飲食店 就是這個中華料理 我們會有湯酥油 還有茶凍人 還有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這個 雖然看上去好像平時我們的那種 但完全不是的 因為這間店已經有大概三十幾 差不多四十年的歷史 所以就是當初老闆開發了這個炒烏丼 其實都被大優的市民票選成為大優十味之一 然後哪十味呢 就是這裡 所以大家來到大優的話 一定必試這十味 那現在就來吃這個 剛剛看到炸醬麵 和這個烏丼的麵 其實看上去都是一樣的 我們好奇 咦?為什麼我們平時吃的炸醬麵的麵呢? 剛剛問了怎樣 他就說這個 其實就算他們家傳比方 他們在店裡手打 手工製麵出來 所以跟一般店舖用的麵 是完全不同 我們就是強烈麵 它分中肌和高肌 低肌這樣 我們家的麵是比較高肌一點的 可是我想問 就是一般在台灣講的烏龍麵 真的圓圓的粗粗那種 就是這個 這個麵是沒有錯 也是烏龍麵之一 但是今天只是細了一點而已 麵條是一樣的 炒烏龍麵就是我們家的招牌麵 而他們這個手工製的麵 特別彈牙 所以很多人都是為了麵的口感 還有他們特製的 YQ活動的這個味道 而特地來這間店 好 那我現在來試試看 真的很彈 不過他也是一個偏辣的料理 兩個森林麵 味道也挺濃郁挺香 他跟我們一般吃到 韓式中國料理的那種麵質 是真的完全不同 那種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 因為通常都很快軟的 但這個很彈 花椒麵 花椒麵 因為我本人是很喜歡吃 很Q彈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很喜歡的Style 而且那些麵質很滑 這裡就是大丘的鐘爐 這邊有一個寒衣街 上次也有介紹過 就是大丘本身是一個 特別出名看藥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本身手衣是很多山 所以從以前開始 看藥這些已經是特別出名 因為方便去採藥 然後這邊開了一個伯母館 上次也去過 那這次現在要去的 就是一個體驗館 就是上年新開的 那就可以做一個醫療的體驗 或者美容體驗 那就是 漢方醫療體驗館 現在要針腳了 正啊 這是漢方的竹隔劑 好正 我帶人身來 好舒服啊 其實昨天都走了一整天 其實今早起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腳有些奇怪的感覺 超酸軟的 現在超棒 可以浸一浸腳 而且屁股是暖的 剛才著了燈物 竹肉有分兩隻 一種乾色和濕色 那現在要找這隻濕色 那有什麼好處呢 幫助血循環 腳消腫 防止脂肪積聚 可能身體不好的這些東西 排除體外 可以減少失眠 舒容緊張 還有另外一個安心感 還可以減少鹽症 手腳冷凍的問題 很棒 遇到屁股熱 挺舒服 這個暖屁股的 這個其實就叫做 應該中文就是左肉 令你的身體血液循環好 你個人就會健康些 將腦化物在你體內 容易排除 身體的炎症就會減少 就是一句話說就是 會健康些 其實減少在家 有空的話 都可以開盆水來浸腳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可惜我們就是懶 才要來這些體驗館 而且因為他們有漢方飽 我們家裡可能會比較難 會找到這些漢方飽 除非特地訂回去 我可以查看皮膚多少水 這邊就是beautiful 是放臉和指甲的 這些就是用來做指壓的 這個也是指壓床 這邊就可以預約寒衣去幫助治療 全部都要預約先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來的 就記得預約先吧 哇 衣服完 GO 現在要去衣服了 現在要 我們下一個 我們要去這個前三年王 就會搭 大休的city tour bus 這個是大休市內的觀光巴士 哦 真的 大休的觀光巴士 第一次搭 當然是 坐室外 觀光巴士 超級聰明 摘邊 準備了這個髮圈 或者如果再聰明一點的朋友可以戴帽 旅會行十二個景點 另外有一個就是主題路線 但是那個就去一些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一天只可以去到三四個地方 這次主要是要看大休市內的風景 因為我下一個目的就是那個展望台 所以就順便搭這個 tour bus 香港人 最喜歡坐前面 媽媽就叫我不要坐最前 因為最危險 很爽 他們說過一聲 這裡是前山展望台 大休其實有幾個山是比較出名的 而這個前山就是比較近市區的 比較多人喜歡會過來山步 爬山啊 還有運動 而在這邊就會看到更廣闊的景 幸好剛才有吃飽 還有浸了腳 現在有力行山 然後還要搭脅步客 上海510米的山頂 銅白味堂有的費 這間cafe叫做 咖啡名家 咖啡名家 那是大休的本地品牌 還有一間的cafe brand 是因為可惜 我本人不是太好喝咖啡 所以我選擇牛奶 整個大休市就在我面前 其實因為大休市很小而已 這裡其實都算是明場所 很多情侶會特地過來這邊看日落 但是有兩大看日落的明場所 一就是E-World 我們昨晚去的那個 二就是這裡 想和你另外一半到的浪漫一晚的話 就來這裡了 在這裡拍的 這個是第二個展望台 因為我們下來了那個景 近一點 這邊的夜景應該漂亮一點 因為近一點的房子 那些燈應該會更亮一點 大家看到這裡就是整個大休了 我們來到烤腸街 原來這裡有五十多間的吃烤腸店 其實來大休是一定要吃烤腸 為什麼呢 以前這裡有個豬腳踏實場 那就是有很多內障是賣不去的 那就是事源是因為有一個專家 就拿了一些烤腸 然後就開始了他的烤腸生意之後呢 之後呢 很受歡迎 然後慢慢吸引很多人 都一起開這個烤腸餐廳 所以慢慢就 造成一個 算是潮流 那然後韓國公共公社呢 還選定這裡呢 為全國五大飲食主題街之一 這裡的課員功課 其實全部都是來自 同樣的兩間廠 所以就可以保證他們的品質 都是一樣 每一間 那怎樣去鬥好吃呢 就是他們餐是各自調味的配方了 最喜歡吃蜜餐 這個是大休的啤酒 剛剛問了原來這個 安吉隆是這個地方的地名 這個是手製啤酒來的 是這條街才有得喝的 哇 只是提供幾間餐廳 所以 好幸福啊 失敬失敬 你看看泡 剪刪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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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 糟糟了 我是不是整條片裡面吃得最開心的一幕 你不覺得做完事 要喝啤酒 說得出這句話真的對人家大了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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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滋滋 滋滋 是豬毛餐 嗯 嗯 還有加甜醬 因為它真的有蛋 不知道我這個就是焗餐 要介紹他們的焗餐的特別就是 他們的調味裡面是用了 Kiwi和菠蘿去做 腸的這些調味 多數都不會加水果 但是他們這間是用水果去調味 就是以這個出名的 這個的性價比是超級高 我們點了一個套 二人份的麥蔥 一盒的焗餐 十條的雞心串 但我們吃了一回合 已經開始飽了 還有半盒的焗餐 是好吃的 三萬二萬 我四個都是女生 我覺得五個人 五個女生都ok 那麼 最後的 滑龍點睛 哇 世上最幸福的表情 嗯 我覺得在家以外的地方吃的拉麵 都是好吃的嗎 在外面也超好吃 好 現在回到首爾的路上 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大優 是跟首爾虎山一樣 是並列為這個三大城市 不過比起來 它就沒有那麼熱門 但其實也有很多風景 還有一些人物 尤其是如果是對近代師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都挺值得去看的 還有如果是對養生 保養身體這方面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都很值得你大優去看一下 他們的看法 其實大優政府都很想把這個 觀光系更加宣揚開去 雖然現在還沒開放到國外大家來旅遊 但這次跟大優市觀光國合作 是想被在韓國的外國人們 都想去一個外國旅遊的話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大優 這個不錯的城市 今集大優之女 對你旅遊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到哪裡再見 大家下期見 大家下期見 拜拜